大家好 歡迎收看 《見得知》 上禮拜五台股雖然開高走低 我說它是一根紅K棒 都在平板上表現還不錯 今天馬上又應聲大漲 144點 眼看整理盤的架構 馬上就要被突破了 還記得嗎 我之前告訴過你 台股目前的短壓 16827 這根長野的高點 它會過的 它會過的 一旦過了 這個反壓變支撐 接下來行情 你要趕快跟得很緊 因為獲利乘數效果 你一定看得到 所以對於大盤 整理的一個脈絡 操縱難度雖然比較高 但是我能分析的一個盤式的架構 我盡量分析的 細膩讓你知道 因為關係到你 對於未來盤它會怎麼走 股票的策略你該怎麼運用 很重要 藍盤見高手 高手的分析總是在你最 不知所措 很慌張的時候 提供給你最好的援助 你看一下大盤這根長野 跌207點 缺口較支撐 目前台股最強力支撐這邊 來到這個缺口支撐 當然一樣是買一點 從8月14號到8月18號連續5天 有4天測試缺口 我這測試完它就會再上 很清楚 黑鴨棒告訴你會上 結果有沒有往上 來到16822 離16827的短壓只差5點 該減碼的我會減碼 8月24號那天 我賣出了很多檔股票 我甚至有一個等級的會員 零持股 普通會員剩一檔股票 你還記得嗎 所以當時我賣了很多檔股票 但重點是 16827它會過 這根長黑的一個壓力 它會過的 我講了N變 量先價型的概念 4400多億的成家量 它已經說明中線的格局 16827會過 1682減碼是為了等低接 怎麼那麼巧 我賣了很多檔股票之後 隔天馬上長黑 大跌289點 看我怎麼低接 低接完之後 連續兩天又大漲210點 上禮拜三 該減碼的我會減碼 該留的我會繼續轉波段 由上禮拜三 我減碼的部位稍微少一點 因為盤會越來越強 所以該留的我會繼續轉波段 上禮拜三的分析 所以禮拜四回檔了85點 漲兩天 回檔一天多方式 這盤越來越健康 所以禮拜五 雖然有一點開高走低 但是整個一個盤面的架構 都在平盤之上 尾盤還是紅的 是一個紅K棒 今天台股大漲144點 拉出紅K棒 非常的強勢 今天已經來到16789了 離16827的壓力位置 只差38點 我剛才開總迷告訴你 16827應該這禮拜就會過了 一旦過了16827 短壓變成支撐 這行情的一個操作難度降低 你要立馬跟上來 所以對於整理格局 指數空間不大 但是我如何掌握大盤的脈絡 幫會員創造最大績效 你應該看得很清楚吧 所以今天的艾普 其實跟大盤有一點雷同 我之前跟你講艾普 區間整理 區間整理 整理完之後 它還會再上 今天有沒有上 今天有沒有上亮燈掌停板 今天整個艾普的一個架構 這個區間的一個架構 上檔反壓 已經變成支撐了 今天應該很多人會跟你分析 因為他今天表現相當的突出 一開盤4分鐘亮燈353 這檔股票我從5月份 沿路的幫你追蹤 持續的幫你分析 你有看我節目的 應該很過癮 當時候5月18號 艾普營收新高 記憶體AI 是不是 台積電全球第一個 真3D堆疊整能晶片 就是跟艾普合作的 講了N遍 明星級的產品 我介紹的股票 如果沒有明星級的產品 業績不會大幅度成長了 我不敢帶會買 這是我堅持的一個巡股原則 回檔短底突破 從288開始買進了艾普 這邊一趟 兩趟 三趟 不再贅述 回檔下來8月10號308 波段低點 斬釘截鐵告訴你 可以低接 最差就是290 所以來到308我就說可以低接 低接完之後來到342 這個叫短壓 是不是 短壓 短壓會不會過 你看我的分析你就知道 整個一個艾普來到342的短壓 做壓維修正 來到區間整理 區間整理這是支撐 所以上禮拜很關鍵 我說區間整理完會再上 315要不要買 給你的買點很精彩 通常是回檔的時候 我告訴你可以低接 不管是308還是315 這不是支撐嗎 話得那麼清楚 講得那麼明白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聽進去 我講了幾遍 艾普區間整理完之後 他一定會再上 來到區間的下緣 你一定要會買 你一定要敢跟我低接 上禮拜的分析 禮拜三長 禮拜四 回檔 看法不變 什麼看法不變 區間整理完會再上 所以當上個禮拜五的一個艾普 來到短壓我會害怕嗎 我會害怕嗎 區間整理短壓 我在盤中訊息是如何 帶我清代會員 告訴艾普 短壓他一定會過的 區間整理 整理完畢一定會再上的 波段式的操作要有高手 帶你 否則你今天怎麼賺這一根掌停板 今天來到353亮燈 突破區間整理了 不是嗎 我之前就告訴你了 區間整理完一定會再上的 好幾遍了 從8月24號 8月29號 到上個禮拜四 看法不變 所以來到短壓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他就是往上突破給你看 所以整個艾普的架口今天很漂亮 一開盤四分鐘亮燈353 前面三堂操作不再贅述 308 315到今天353 買308的超過40 買315的超過35 什麼的模式適合你的操作 這一檔艾普是清代會員的持股 我們對於清代會員 不僅有電話通知他 另外我們還有簡訊 持續追蹤他們個股的一個操作 雙重的確認 給他們雙重的服務 畢竟他們繳給公司的費用最高 人數當然最少 要繳上百萬 那個費用不是一般人可以繳得起的 所以全體清代會員幫先生做見證 我們是不是扎扎實實 賺到艾普的波段 前三次的操作 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明星級的產品 跟台積電合作全球第一個 真3D堆疊整能晶片的IC股票 對 記憶體IC的AI艾普 第一趟 第二趟 第三趟 不再贅述 第四趟 308 第一階的買點 來到區間下緣的支撐 315的買點 這都很關鍵 你不要以為股票來到低檔 你敢買 其他分析師會這樣分析 拉你一把嗎 關鍵性的轉折 我常常給你帶到 不是大漲漲停板 今天艾普衝上去的 當然會員的一個鼓勵的聲音 相當的明確 會員續約的一個 因為我們是電話通知 非常的熱烈 為什麼 績效證明一切 績效證明一切 308 315是誰告訴你可以買的 是誰告訴你區間整理會再上的 包括上個禮拜四 黑街棒 看法不變 所以今天的艾普 往上拉漲停353 合情合理 賺漲停板是要靠實力 在艾普今天還沒有拉漲停板以前 很多人看摔他 整理不太會動 不太會動是你對他的未來架構 你不之所以然 我們已經做了第四趟 這一次第四趟的操作 一樣 015 完美 難道不完美嗎 你覺得呢 所以對於艾普 今天那個漲停板 理所當然的一件事情 給我時間 你給我 我給你破斷 之前不太會動的艾普 你會有所心動嗎 這邊 這邊都不動 你對他有興趣嗎 你總是要看到漲停板才有興趣 我是在股票還沒有漲停板以前 就代會員買 包括這一檔 宏傑科 從這一天買完之後 回檔修正告訴你還會再漲嗎 這個位置 對 上禮拜四 黑街棒 開高走低 我們告訴你震盪這裡還會再走高 今天宏傑科又拉出一根漲停板了 對於功力放大器的一個產業結構 跟你分析了多久了 庫存調整進尾聲 去年度消費性電子產品 讓整個功力放大器的需求一絕不振 股價皮皮弱 那修正之後怎麼解決 怎麼解決 當然是輕固存 輕固存供需平衡 再配合著市場上的回溫 供不應求的現象 你就會看得到 所以調整進尾聲的功力放大器 宏傑科其中一檔72.8 第一趟賣掉之後回檔78低階 第二趟的操作36% 兩趟69% 7月11號創新高的宏傑科 我有賣 賣在101 69%兩趟 回檔修正8月23號93.5 短底突破的買點 清楚吧 買完之後拉出去回檔92.5 消跌 買完之後跌破我的成本 但是錢老師依然對他的貨勢 看法是正面的 所以告訴你小跌 小跌之後當然就會大漲 上禮拜三大漲將近7% 97.9 禮拜四開高走低 我的高檔震盪 震盪整理完 還會再走高 上禮拜四的YouTube的節目 自己去回溫一下 什麼是講在前面 讓你印證在後面 所以對於一天的一個震盪 我根本不會受影響 買在第一檔 你在怕什麼 不要怕 每次的回檔 我都告訴你 他還會再上 這就是贏家的看法 所以整個一個 孔傑科 上禮拜四黑K 震盪整理完 禮拜五有沒有再上 來到102 又多了5% 對 禮拜四回到96 禮拜五來到102 再創短波高 今天不囉嗦 直接再攻漲停 再創破斷新高 110了 這樣子20% 這樣子69% 加起來 一檔股票 9成 功力放大氣了 跟之前的艾普一樣 跟之前宏傑科 兩階段的操作一樣 他很難看到漲停板 但是我們布局的方向 早引的是一個眼光 股票 我向來是安全第一 獲利危險 什麼樣股票 布局是低風險 那是我選股 很重要的邏輯 所以今天 宏傑科還沒有漲停板以前 應該很少人論述他的好 等到今天宏傑科 亮燈了 創新高了 應該就很多人 又來馬後炮了 又來錦上天花了 又來鼓掌叫好了 你喜歡什麼樣的分析 親愛的同妙 你喜歡什麼樣的操作 什麼是領先市場 領先市場是要 花一定的一個代價的 不是漲停板的 才能出來分析 這樣大家也很會說 很多人是每天在分析 漲停板的股票 但是漲停板以前 什麼都沒有 有意義嗎 每天把電腦掌停板拿出來分析 有意義嗎 所以整個宏傑科 今天亮燈掌停板 再創破段新高 這個位置是誰帶你買的 之前 69%的獲利過程不再贅述 對不對 93.5的買點 親老師帶會員買的 買完之後有沒有回檔 有沒有回檔 8月25日回檔 跌破的成本92塊半 小跌之後還會大漲 講得夠不夠肯定 接下來 大漲之後又回檔了 上禮拜四 難道不是一個關鍵性的位置嗎 如果在上禮拜四 你被震盪的過程洗出去了 接下來兩天15% 又跟你沒有緣分了 是不是 這個位置 誰會跟你分析宏傑科 又是只有在下我嗎 震盪 整理 洗完盤之後 有沒有連續兩天 多漲了15% 是不是 所以兩階段 跟正一下 三階段的操作 九成的利潤 絕非空穴來風 對於未來行情 你真的還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你要跟得很緊 因為這個盤 馬上要突破整理了 你看艾普突破了 你看宏傑科今天衝下波段高 所以很多檔股票會越來越強 因為盤也會越來越強 全新一樣功力放大氣的 從84.2的晚行底 開始操作的 第一趟賣掉之後 回檔修正86.3D接回來 第二趟的操作 7月13號128.5 沒辦法過高先賣 兩階段74% 8月29號 收定型態整理末端 127的全新 你看到我怎麼分析的 基本面有很好嗎 你現在看到 全新宏傑科的業績的數字 應該不會太好 但是我在今年度前半年 布局他們同時就告訴你 下半年一定比上半年好 對 景氣的回溫 庫存的調整 配合著籌碼的穩定 8月29號那個全新籌碼很穩 融資低水位 形態 收斂 整理末端 產業 形態 籌碼面 我都幫你帶到 他有沒有從127這個位置 買完之後隔天亮燈 來到一時機 親愛的同學 這個位置難道不是整理末端 很好的買點嗎 8月29號上禮拜二 這是巧合嗎 這是巧合嗎 我買完全新之後 隔天禮拜三馬上跳空漲停147 禮拜四 禮拜四最高151 最低111 高低點10塊錢 我的分析你忘記了嗎 忘記了一樣 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把上禮拜四我對全新的分析 回顧一下 學以致用 學起來好不好 我說洗得很用力 洗得很用力 洗得很用力之後 接下來就兩根紅給一棒 今天來到15 1.5的波段高 第三趟是9% 加起來一樣超過9成 親愛的同學 這些績效 是空學來風嗎 這些績效 是平空度轉嗎 轉漲停板 賺破斷要靠實力 實力的一個分析 在股票還沒大漲以前 先拿出來跟電視機觀眾朋友分享 清老師其實滿大方的 真的 我能講的 我都先講給電視觀眾朋友聽 會員有時候要體諒一下 畢竟清老師 上電視 公眾人物 對於會員的照顧 當然會無為不至 所以有時候我會蓋牌 會員你應該很清楚 我也知道你們在抗議什麼 所以有時候蓋牌 就是對於會員的一種尊重 但是電視機觀眾應該知道的 一些產業結構的一個成長的訊息 我一定會在本節目 先提供讓所有的觀眾 包括會員知道 所以這一檔AI資訊的 賺超過半個股本的 8月25號 回到前波低檔支撐 當天大門跌289點低階 到上個禮拜我經過一個禮拜 沒有什麼動 對 沒有什麼動 會員覺得這檔股票 真的有破斷嗎 我說我在佈局的一個方向 安全第一 獲利維新 基本面一定要經過我精挑細選 我不是青菜金股票 你應該清楚 不然為什麼紅捷科 以及所謂的全新 三波段的操作都可以超過九成 為什麼為什麼你自己去想 包括愛普 為什麼四階段的操作零食物 這不是青菜公共 所以有沒有波段 你接下來繼續看下去 你就知道 禮拜五黑雞棒 今天當然是紅雞棒 有沒有 是不是同一檔 上禮拜五的位置 今天的位置很清楚 今天是紅的 這樣股票我認為有機會 挑戰前波高 這麼大的一個空間 代表一個涵異 在它還沒有衝出去之前 你都有跟我佈局的機會 不曉得如果佈局的 當然歡迎你加入 青老師的LIA 小小鼠AI8085 小小鼠AI8085 不時的會提供給你最好的資訊 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你在我的一個LIA留言 好不好 記得小老鼠 然後加AI8085 把你所有的問題 在我的LIA留言 青老師會用最專業的角度 幫你解決任何的疑難雜症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5G的一個POLOWAY營收新高 回到支撐當然可以買 8月45號買在88.6 買完之後 拉出兩根掌停板 重點這根黑鴨棒跌了7% 回馬將洗盤 92.8 誰會告訴你 他在洗盤 只有在下我們 洗完盤之後 馬上隔天亮燈103.5 三根掌停板 為什麼只賺19% 因為這一根扣掉7% 所以整個一個POLOWAY 來到前波高 中性的看法 8月22號 我102有減碼 減碼完之後 剛好回檔5天 幾乎來到破斷低點的93 當年收93.2 進入買方 肯定吧 高點有減碼的 來到93 可不可以跟我一起 做DG的動作 非常明確的答案 所以整個POLOWAY 第二趟的一個操作 就從93來到上禮拜 漲4% 禮拜四又不動了 小跌怕什麼 小跌洗完盤之後 隔天馬上大漲7% 漂不漂亮 禮拜四的分析 禮拜五馬上大漲7% 今天POLOWAY 又漲了4.1% 兩天又多了10% 兩趟的操作 有沒有將近三成 一檔股票 務實的分析 帶給會員 最真實的一個績銷 泰塑散熱的 進軍中國大陸 當時候7月份 50.8 第一天起漲的買點 漲3天回檔 來到57.2 量縮回檔多方式 57.2 接下來就從57.2 漲到78.2 漲了53% 我減碼在76.4 很清楚 第一趟的操作 接下來避開完全的風險 這邊做了一小趟 不再贅述 今天整個一個泰塑 受令形態突破 57.3這一天 是不是買點 你認為了嗎 這樣的解讀 也應該夠明確的 被動元件的國具 一樣庫存區化的差不多了 上禮拜五出現 一個底部確立的攻擊天量 這是一個買點 當年最低485.5 高點512 我說512不會是最高點 因為出現天量 亮星價行的概念 所以當國具今天黑鮑 我認為最差情況 就是回撤這一道支撐附近 它就會再上 這是我的看法 所以華新科也是一樣 大抵完成的攻擊天量 當年掌停板108 一定不會是最高點 所以今天最高來到幾塊錢 113 收盤是107 黑鮑打下來 跟國具一樣 頂多回撤就會再上 這是我們對被動元件的看法 就如同之前的洪捷科 全新嗎 長線的架構 如果是往上的 回檔修正來到支撐 要會跟我買 中壘上半年收創下新高的 113.5告訴你 有機會過錢高127 上去之後回檔來到117 我說還是會過127的潛播高 上禮拜來到116.5 有低點我都帶會員買 新救援員都是如此 整個中壘到今天為止116 看法不變 127它是會過的 節目的尾聲 告訴你一檔極油股 賺超過一個股本的 而且這個底部形態 確立了 剛發動 有這樣的低檔形態 以及基本面 相信它未來是有大波段行情的 想要跟秦老師一起掌握的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死對駕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市民主的影響 除了 公司 小老大 公司 免線 桑 保佑 城 市民主 市民主 製